好 好 那么这一课讲一下链式法则 它的FORMOS一门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A是RM B是RN F是从RM到RN B呢 G呢 从RN到RP 好 然后呢 其中FA在B里面 然后呢我们令FA等于B 然后呢 假如F在A可导 同时G在B可导 那么GofF在A可导 然后呢 注意链式法则的公式呢 就是Gof在A的导数呢 是G在B 对吧 G在B的导数乘以F在A的导数 这个B就是 GofF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乘法呢 注意 它已经变成了这个矩阵乘法 或者是说 或者是说是线性映射的复合 对吧 学过线性代数都知道 好 那么它就是这么一回事 OK 那么 我们来证明一下 虽然看着有点奇怪 但是 但是它就是一种 它就是一维的方式一种延伸 对吧 那我们现在来证明一下这个帅 它是7.1 好 OK OK 那证明这个事呢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总体的思路是怎么证的 嗯 看哈 首先我们要知道 它科导最开始它肯定是要在A附近有定义的 对吧 所以我们要先证明说 G和F的复合在A的某个领域内是有定义的 然后呢 我们用这个G和F的这个假设就可以了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我们利用F和G都是可导的条件呢 我们看这两个函数 FFH一个是这个 然后还有G和K是这个 好 然后呢 当它们等于0的时候 我们就令它们等于0就行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 这两个给单独的ISO为出来 我们就有 这 这个和这个 对吧 然后呢 因为我们要考虑是它这个复合函数 所以我们肯定要考虑这个东西嘛 对吧 这个东西减去 这个 这是给的公式 然后呢 再除以这个H 我们要考虑这样的 我们要考虑当H趋于0的时候 它还会会趋于0 对吧 那么首先呢 我们肯定已经有B等于FA了 对吧 这个GB 对吧 B已经等于FA了 然后呢 我们 我们把F A of H 就把这个 变成B加K 通过某种手段 对吧 那么 那么接下来的事儿 就我们就 OK 就 就 就 一切都瞬息次然 对吧 OK 那 这还是 不是很清楚 我们证明一下 证明的过程中 它就会变得很清楚了 我们先 step 0 我们肯定要GLF是有定义的 我们肯定要GLF是有定义的 对吧 GLF Define for or a neighborhood of a 然后呢 我们令 x 它是rm的元素 y 是 rn的元素 OK 然后呢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什么 我们可以选择一个epsilon 使得什么呢 g y define for y 对吧 eps 就是 在b的某一个领域有定义 同时呢 我们又能选择一个delta 使得什么呢 fx define 当什么呢 啊 啊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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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某一个领域有定义 然后呢 当它某一个领域有定义之后呢 我们再让它缩小 缩小到它同时 不仅有定义 它同时 它还满足什么呢 它有这个 这个 对吧 fx fx fa 效益 epsilon 4 ok 首先呢 我们选一个领域 使得它是有定义的 然后呢 我们再让这个领域呢 缩小到充分小 使得有一个delta 这个缩小到delta 使得呢 它首先有定义 同时它还满足这个 对吧 为什么可以这么选 因为它在a可导 可导 可导 B连续 对吧 可导 B连续 ok 那么有这样之后呢 也就是我们发现 当x和a 离的delta近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fx-fa 我们有fx-fa 它是小于epsilon 然后呢 fa等于b嘛 对吧 也就是说 这玩意儿和b 你的epsilon近 然后呢 因为gy是define的 当它们这么近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们在taugetg上去 它也是define的 g 这个fx是我们的y了 define 也就是说 当x和a delta近的时候 gfx-fa 也就是说 它是在某一个领域 是 对吧 是有定义的 好 那么最开始的这个 就已经ok了 好 好 那我们 首先呢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思路 对吧 我们关键的一步 就是出现在 这里 那我们 这样 我们先考虑一个函数 我们 我们让 delta of h 定于什么 考虑一个这样的函数 然后 然后呢 for for define for 什么呢 这个 这个 它这个 a加h 它和a的距离是 delta近的 我们 我们选这个delta 其实 其实就是说 h 就是 对吧 h delta近 对吧 或者说h它是怎么离 就是这样子的 ok 然后呢 我们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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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了什么呢 它 是有界的 this b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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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ound around 0 主要它在0的附近 它是有界的 它在0的附近是有界的 ok 我们先证明这件事 那我们还是 我们看考虑我们这个fx 我就照超过来了 考虑我们这个fx ok fx等于这个 这个就已经可以变成delta h了 对吧 ok 我们考虑fh 等于这个 然后呢 我们让这个h呢 让它这样子 让它不等于0 让它不等于0 好 然后呢 因为f 它在a可等 也就是什么什么 它是不是在0 连续啊 因为它趋于0的时候 对吧 它在0连续嘛 对吧 ok ok 那我们 那我们 isolate一下 它是不是就等于 dfa 乘h 加上h 乘上fh 就是我们把它 这个分离出来 对吧 ok 然后呢 那 我们现在就是要两边同时取下这个绝对值 但是这个绝对值呢 我们先 我们先做一些这个 直接之前我们先需要一些东西哈 就是说我们这个矩阵的绝对值 其实矩阵 如果你是个m乘m的矩阵 每个entree中 最大的那一个 绝对值最大的那一个 嗯 对吧 好 那我们先看哈 既然最大一个 那我们再 嗯 定义就是说 我们define 这个 我们定义它的这个绝对值 我们重新再定义一下 定义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定义的是 我们 我们取的是每一行 现在 我们取的是每一行 对吧 我们取的是每一行 然后每一行 我们做它们绝对值 每一行的绝对值 肯定就是它行里面最大的那一个 然后呢 我们再对所有每一个行 每一行我们都有最大一个 然后呢 我们在所有的最大的中间 它取个代表员 我们再取它一个最大的 那它肯定是 因为我们这个 矩阵的绝对值定义是一样的 对吧 所以这个是没问题的 好 那我们 知道 既然它是第一行 第一行 不是不是 第i 行 行 行是 列列列 搞错了搞错了 列是数着的 行是横着 列 每一列 对吧 好 这个不太习惯 这个行和列 好 那 嗯 它每一列 你是怎么算的呢 它每一列 是不是就是 这个矩阵 乘上这个 eI 对吧 一到m 对吧 ok 那我们就有DFA 乘上 A 乘上H 这个矩阵乘上H 那矩阵它就是个线性影射 线性影射 你用它这个线性的性质 它就是等于H H I 乘上DFA 乘上DFA 乘上EI 对吧 ok 那你有了这个式子之后呢 你把它 它 又等于什么呢 H DFA EI就是等于什么 它Di 列 它Di 列 Di 对吧 ok 那我们就有一个什么 我们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式子 我们去绝对值 D F A H 它是小于等于 你这个三角不等式用一下 对吧 三角不等式 它就小于等于 H H I 乘上 对吧 然后呢 I 等于 1 从1到M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有什么呀 我们 它每一个是小于等于 DFA H 它每一个是小于 H 对吧 所以我们整个它就小于等于 N个 H DFA 所以就是说 DFA H 它是小于 DFA 它是小于 DFA 它是小于 DFA DFA OK 那我们现在在考虑 它 那它是不是就小于什么了 我们把它抄下来 抄下来 OK 它 它 它 小于等于 它 加上 H 乘 FH 这个 对吧 好 它 它 我们已经知道它是Bounded 它是有接的 对吧 我们已经证明它是有接的 然后呢 FH 是不是有接的呢 因为H 它 它是已经生了小于Delta 这个是没关系 我们就这么定义了 FH 它是什么 看一下 FH 我就直接这么讲吧 我写了 FH 是这个 算了 还是写一下吧 FH 等于这个 Delta H -D F A H H 好 这不是 嗯 我们不从考虑这个入手 我们就直接 考虑说 诶 这个 FH 呢 因为它 它在零数是连续的 如果它的零数连续的话呢 那我们让 F3等于1 那就有一个Delta 对吧 是的呢 对于任意的H 效益DeltaP 我们都有 F H 效益 所以说呢 在某个领域内 在某一个 也就是说什么呢 DFH H 是 效益等于 效益 也就是我们重新再写一下 它是 效益 嗯 嗯 我们把 把 这个超过来就行了 就是 把这个超过来 它就 效益 等于 M H DF 有没有 除这个 H 过去 加上 H FH 也就是说 DELTA DELTA H 除以 H 小于 等于 M 乘 DF A 加上 F H 对吧 OK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有 它这个矩阵 它这个肯定是bounded 没有问题 因为它有限个数 对吧 你有限个数 你有限个数 有限个时数 对吧 它肯定是有界的 选最大的那一个 然后它呢 它是我们刚刚说的 对吧 它小而易当 H在某一个领域里 当然 不等于0 也无所谓 对吧 对吧 好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也就是说 从来看 它是 N3那边 F 0 对吧 它是在某一个领域内 是有界的 OK 那我们这一步 做完了之后呢 OK 我们得到了 我们想要的结果 那我们继续 回到我们的整体 我们有 再考虑这个G 对吧 我们这个 再考虑这个G OK G呢 其中 G0 就是0 然后这个是define 4 4 是这个B加K 它与B的这个距离是小于Epsilon 对吧 我们已经说了 它在B的Epsilon 领域内 是有定义的 那么这个其实就相当于说什么 对吧 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们再isolate 记得 B加K 减 GB 等于什么 乘K 加上 K G OK 好 OK OK 那我们 第二步 就是证明 这个定理 我们来证 好 那么根据我们刚才说的东西 我们先让H 属于一个RM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让H 小于Delta的话 那么 DeltaH 就小于Epsilon 如果DeltaH 小于Epsilon的话呢 既然这个DeltaH 小于Epsilon 我们知道 这个是Define 只要你这个 只要你这个值 有满足 这个不能是 那你把DeltaH 换成K 你把DeltaH 换成K 之后 就有什么 B加K 那就等于 F A 再加上 等于这个 对吧 它是不是就对于F A加H 所以呢 我们就有 我们这一整个东西呢 这一整个东西呢 就变成了 G F A加H G G G B 等于什么 乘上 K K K就是什么 这个 H 加上 乘上 G 好 OK 那我们 回到这里 我们在考虑 我们要考虑这一坨东西 我们考虑这些东西呢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带成这个东西 对吧 把这个 带成这个进去 然后呢 再把这个 我们这个DeltaH 它不单单是F A加H 它还是F 这个 对吧 它还有一个这个东西 OK 那我们把它都带进之后呢 我们就有什么 所以它就等于什么 D G B 乘上 DFAH HFH D F A H 加上 猩猩猩猩猩 对吧 对吧 再等于这个东西 再加上 这坨 原封不动的 抄下来 原封不动抄下来 等于这个东西 OK 这个东西 我们要剪掉什么 我们要剪掉这一个 也就是说 剪掉 D G B D F A H 消掉 等于它 对吧 那么 那么就等于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考虑什么 我们只需要考虑它 哎呦 哎呦 我们只需要考虑它 除以一个 H 就行了 对吧 那它除以H呢 它又等于什么 DGB F H 加上 这是H G 这个 好 好 那么 这个其实就是等于 就等同于我们这一大 这整个式子 这就是 就是这个东西 对吧 OK 那我们现在 让H 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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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为 DGB 它是线性音色呢 线性音色它是连续的 连续的话呢 它也区域0 对吧 有第一个这个东西 区域0 这个东西呢 G 因为什么 它也是区域0 对吧 因为F A加H G F A是区域0 为什么呢,因为它在A磕倒,它磕倒,它就连续,也就是它这个是区域0的 所以没问题,它区域0,它区域0的话 我们又有什么,G是连续的,这个大G,对吧 这个大G在零数是连续的,因为当它定义它,它也零零,然后呢,G它在B又是磕倒的 所以这个G,对吧,这没问题 G,DELTAB也是区域0的 然后呢,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证了这个东西 它是Bounded,也就是说它Bounded它并不影响我们区域0,对吧 所以,它整个东西区域0,也就是说我们就得证了 那么刚好呢,因为我们剪掉的是这个东西,对吧 所以它就刚好就是我们的导数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俩的线性音色,已经证完了 OK,得证 有的同学可能还不会太明白,就是说如果它是邮件的话 它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内邮件,对吧 它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内邮件,但是我们Epsilon是任意想 对于每个Epsilon,我们都有一个DELTA,对吧 使得它是,然后呢,我们让这个DELTA呢 它只要让它小于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DELTA皮 就是我们这个,这个DELTA皮,对吧 那么它就已经就是这个,就Bounded了 所以这个是,影响并不大,这个具体的细节,我就先略过了 因为如果全写出来,就太花时间了 我已经讲的比较仔细 OK 那我们现在继续下一个 好,那我们继续到下一个定理 下一个定理呢,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 这是我们才是这个基本的setting 然后呢,如果F和G都是CR的话 那G和F也是CR 结果这个CR性呢,它是在 函数的复合下呢,它是保持不变的 那么这个是corollary corollary 3.2 OK,corollary 3.2呢,它的idea是什么 就是应用我们的change rule,然后呢,我们再用induction induction 好 为什么用induction? 因为它根据这个CR的这个性质 很容易就会联想到用这个归纳法来做 因为它R-1和R之间它有很强的这个联系 对吧 那么肯定都会想先试试归纳法吧 好,那我们就先 假设base case ce 如果g f r k e n e 对吧 它们都是ce函数的话呢 OK,我们首先有什么 d d g of x d g fx 乘上d fx 对吧 OK,这是我们的这个chain rule 链式法则,我们已经有了 然后呢,如果它们都是ce的话,首先我们f它是从什么 rn 到 rn 到 rn 对吧 那么f呢,它就有component function 它就可以写成f1,fn 其中每个fi呢,其中每个fi呢,它是十函数 十函数 十函数 那么,那么每个djfi呢,它也是一个十函数 同时呢,它们连续 就是ce的定义,对吧 你看,我们已经有了这个 已经有了这个,同时呢,我们再考虑 这个d g of fx 我们已经知道fx是磕导的 fce就代表f磕导 对吧,它每一个 偏导 都存在并且连续 那么它就可导 它可导 那么就有什么 可导它就连续 也就是说fx它都是continuous的 那么每一个 d dp gq of f x 每一个dp gq 它都是连续的 对吧 那么dp gq fx 还说 这个十函数嘛 我们考虑 对吧 我们十函数的符合 real value function the composition of real value continuous functions are continuous 对吧 它也是连续的 ok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每一个entry都连续 同时它的每一个entry都连续 那么矩阵的乘法呢 其实就是什么 加加减减 那连续函数它的加减乘除 连续函数 也就是说 它的每一个entry都是连续的 那么也就是说 gf 它是ce 对吧 因为什么呢 因为 我重新写一下 我用这个英文写一下 就是这个 对吧 对吧 厌世法则 给它这个 矩阵乘法 然后呢 矩阵乘法呢 因为它这个 矩阵乘法 它就是每一个entry 它之间加和乘 那加和乘的时候 它这个连续还是 它还是连续的 这个是 single variable analysis 那我们base case 就已经完成了 那么假设n等于k-1是对的 那么考虑n等于k的时候 考虑n等于k r-1 因为cr嘛 看着舒服一点 ok 那么这个很快 因为什么 fg 它是cr的 对吧 那entries of dg 是什么 c2-1 对吧 因为cd dg是2-1 同时呢df也是2-1 c2-1 对吧 dgfx fx fx是连续的 所以这并不影响它的这个连续性 嗯 这样 怎么更好的说一下呢 就是说 entries的dg是cr-1 同时呢 f是cr 对吧 那么entries of f是cr 就是cr的话 那f就是c2-1 它肯定是fc2-1 根据这个定义 它是c的话 它肯定是cr-1 那么dgfx 也是c2-1 也是c2-1 也根据我们这个归纳假设 对吧 ok 同时呢 我们又有dfx 它也是cr-1 那么 那么 同样的 你再对它们的矩阵做一个惩罚 矩阵一成之后呢 它新的这个矩阵就是dgfx entries of c2-1 就是代表了 c2-1 就是c2-1 德证 完事儿 就是我们的这个 证明了 完事儿 ok 漂亮 接下来呢 我们还有一个 我们还有两个定理 其中一个定理呢 就是推广之后的Laglan 日中之定理 它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它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如果a 对吧 就是f是十函数 同时它刻到 那么呢 如果a 它包含一个线段 就是a和a加a是之间的线段 或者说a是道路连通 或者是奥机 but whatever 我们就先假设 如果a它 对吧 它包含一个这个 a到a加h的这个线段 那么就有一个c呢 在这个线段之间呢 在这个线段之间呢 这个线段之间呢 使得什么 有这个中置定理 这个c是这个线段之间 使得它 这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不是矩阵材法 off edge off edge ok 推广的Laglan 中置定理 那么 怎么证呢 我们方法还是什么呢 把它转化成EV的形式 然后呢 我们再 用我们的这个链式法则 那么 请 看 它是FIRUM 7.3 OK 它证明是什么样的呢 OK 它证明是什么样的呢 嗯 我们定义 FIRT FIRT 我们定义为 F A加TH 这种T 它是0到1之间的吧 没问题 然后呢 因为 我们算一下这个A加TH的导数吧 A加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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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加上T加KH 它是等于什么呢 它是等于什么呢 A消掉 减TH 只剩下一个KH了 KH 减上一个线性印射 乘H 线性印射就是说 线性印射就是DF A加TH A加TH 那得GT吧 GT DFG 乘上什么 H DG乘H 除以这个H 让它去于0 当H去于0 OK 那只要让这个DG呢 A加TH 正错了 抱歉 OK 我们想要这个的话 那我们就让 KH DG KH 3 DG F H Times2 我们想要这个区域0 那么只要让DG F H 乘K 等于 K的H 不是行了吧 对吧 但是它这上面就已经等于0了嘛 同时呢 因为它这个 延续于0 它满足这个 它是个线性印射 同时呢 嗯 导数是唯一的 对吧 那么 这个就已经是我们想要的 也就是说 它是磕到的 这个函数是磕到的 F也是磕到的 那也就是FYT是磕到的 FYT是磕到的 那么FYT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十函数 对吧 FY它是曲T FYT 它映射了也是个十数 那么FY 我们用中值定理 对吧 FYT 等于什么 是某一个T0 乘上1 T0是0到1之间嘛 对吧 1-0等于1嘛 对吧 那这个翻译翻译 就有 F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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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 你这个再用一下chain rule D F D A T T0 H 乘上 乘上 乘上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 在H的导数是什么 这个函数的导数就是H 对吧 又有混乱 OK 那有了这个之后 也就是说 D G T 它其实不管是什么T 它映射的都是个K 它都是个H 但是乘个H就行了嘛 因为它是 对吧 你用这个链式法则 就是 再乘它的导数 它的导数就是H 就是H 就是个H 那这就是我们的C 定义就已经得正了 对吧 你存在一个C式的这个这个这个 最重要的还是这个A加TH 就是它的导数 对吧 它的导数就是G T加K 减去G T 就有一个K H 那么它在T的导数 乘它乘上这个H K 对吧 我们想要这个区域0 那么只要让它变成这个H的话 上面就变成0了嘛 对吧 上面变成0的话 那它又是唯一的 也就是说DGT 它不管在哪 它映射的都是H 然后呢 然后呢 用这个链式法则 就是说 FIPT0 就是 T0 FIPT0 就是FF A加T0H 对吧 T0 DFF A加T0H 乘上这个 A加T0H 就是H 对 就是这样 GT0的导数 G在T0的导数 那还是H 对吧 OK 没问题 好 下一个呢 我们就考虑这个 反函数 我们看 看数据这个 反函数的内容 就是说 我们现在呢 我们就不讨论 反函数什么时候存在 我们就看 如果它存在的时候 它是等于什么 那么它其实是等于这个 矩阵的逆 逆矩阵 因为在EVA的时候 你还记得 我们说这个 对吧 是它的倒数 那这个呢 也是它的 所谓的倒数 但它这个倒数 那么是这个 逆矩阵 对吧 或者说是它的 惩罚单位元 就行了 就这个意思 不是 惩罚逆元 它的惩罚逆元 OK 那么它意思就是说 就有这个 然后呢 如果F在A刻到 G在B刻到 那么 它就是个逆矩阵 好 那我们先证明 证明说 就说这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的话 也就是说 GIF它的复合 就是一个 identity map 然后呢 我们计算 identity map 的导数 对吧 identity map 那 identity map 的导数呢 它是什么呀 就是 ix 加 h 减 ix 它就等于什么 ix h 减 ix 等于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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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减上 d i x d f i of x 乘上 h 那然后它也是个identity map 然后它等于这个 单位矩阵 单位矩阵成h 它也是h 那它上面就是0了嘛 对吧 上面就是0了嘛 上面就是0的话那 因为它是唯一的 它去0 然后它是唯一的 所以说 d i 它就是一个单位矩阵 对吧 那么我们就有 g f g of 等于 di 对吧 因为g gf等于i 在某个领域内 在某个领域内 那么我们就有什么 dgb dfa in 所以说 我们就有什么呢 dgb 对于dfa的逆矩阵 所以说 我们就有什么呢 dgb 对于dfa的逆矩阵 有逆矩阵 有逆矩阵 是它的反函数可导的必要条件 对吧 ok 那么 那么呢 那么呢 我翻译一下 我说的稍微清楚一点 就是说 f has 就是它的逆函数 反函数可导 那就是说 dfa has inverse 有逆矩阵 ok 那么呢 下一节呢 我们就会 讨论一个事 就是说 它不仅是必要条件 它呢 也是一个充分条件 它呢 它充分条件 充分到什么 充分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充分 使得 它能使得什么 f has differentiable differentiable inverse inverse differentiable differentiable locally 它在局部有反函数 就是说 如果它 这个矩阵是有逆元的话 就可以推出来什么呢 f 它的反函数是局部可导的 至少是局部可导的 那么这是很强的一个性 就是 只要它 只要它有女生 那么就有 它的 它有个differentiable inverse at least local 我们下一节呢 就会讨论这个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反函数定理 是我们这个 这个微分章节的这个高潮部分 那进行期待 下节课见 就会讨论 你会讨论这个 你会讨论这个